今天出來尖沙咀 帶著一隻精工的小MM 看到這隻小MM就想起海洋 有關於捕獄環保 又看一看街 很多內地遊客 想起保育環保 想起香港政府最近上推的垃圾徵費 這條法例 我簡稱它為垃圾法例 這條垃圾法例 其實大家都覺得 本意是要扔垃圾就要付錢 給錢來扔垃圾 但是使用的人 當然想扔垃圾就要付錢 還有不想垃圾 垃圾袋穿 或者到處漏 成功放入綠色膠袋 那就更加加多幾層的膠袋 變相錢又給了 但是膠袋又用多了 那就更加不環保 那唯有怪就是他們 不夠心思熟慮 但是都很難怪他們 就好像高達阿寶說 人類都仍是要重覆犯錯 就想起上當日 塑膠的發明 塑膠的使用 其實都是為了環保 因為人類當時覺得 用了塑膠之後 就可以用少些木頭 斬少些樹木 那就會變得環保 那結果大家都見到了 龍口犯絕 那不知道這條法例 最終如果真的實行的話 會不會都一樣是龍口犯絕呢 那希望做每一件事之前 都大家三思啦 心思熟慮啦 好啦 再看一條街 都很多人 好啦 就這樣先啦 拜拜